I'm not ashamed to all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会幕结构的自助中使用了双? 你好,我是Tim,是加拿大多伦多东部基督教会的成员 今天中文版的《走过圣经》将学习出埃及记得第36章31到38节 下面我们先一起来念一下 他用赵家墓做双,为赵墓正面的板做五双 为赵墓那面的板做五双 意味赵墓后面的板做五双 使板腰间的中双从这一头通到那一头 用金子将板包裹 又做板上的金黄套双 双也用金子包裹 他用蓝色、紫色、珠红色线 和连的细码之曼子 以吵架的手工绣上基禄帛 为曼子做四根造甲墓柱子 用金包裹 柱子上有金钩 又为柱子住了四个带毛的影座 拿蓝色、紫色、珠红色线和连的细码 用绣花的手工织帐墓的门帘 又为连子做五根柱子和柱子上的钩子 用金子把柱顶和柱子上的钩子包裹 柱子有五个带毛的做是同的 那么在出埃及的这一部分 以色列人按照指示来制造帐墓 这部分也就是我们在第25章到31章 所学到的内容的复习 那么在今天的阅读当中 以色列人完成了会幕的结构 对于今天阅读的说明是在第26章 也就是本系列的第100年一课当中 帐墓的一词意思是居住或者是住所 那么在这里 帐墓是耶和华的住所 但是在地球上有帐墓并不意味着上帝离开天堂 而只是在地球上居住 那么保罗以后也会说到 上帝不会住在用手建造的圣殿当中 但这里也确实意味着帐墓 其中包含有约柜 是神与摩西 以及后来的大祭司会面的地方 上一集的学习 我们发现会幕的每一块木板都是用造假墓制成的 那么会幕有四个侧面 南北两边是长边 而东西价是短边 南北两侧设置了20个木板 意味着会幕的总共是45英尺长 那么帐墓的尺寸为45英尺长 45英尺宽和45英尺高 帐墓的建造方式应该是坚固的结构了 在今天的阅读当中 上帝让他们用造假墓在会幕的南北和西边各自作五个酸来使得这个结构更加的坚固 中间的那条酸会从一端穿到了另一端 这意味着是整个侧面的长度 这些酸用金子包裹并通过板上的环来相连接的 这样的作用是为了防止板彼此分离并且削弱整个结构 那么会幕树立起之后 他们要用蓝色、紫色和珠红色的线以及戏码来编织、曼子 并将基督帛绣在上面 这个听起来应该是很熟悉的 因为它是与会幕的最理层遮盖物的 是完全相同的 它将被挂在四个用金子包裹的造假墓的柱子上 那么最后需要完成的是会幕的正面 也就是东车 它也是用蓝色、紫色和珠红色的线 以及戏码制成的门帘 该门帘与圣殿之间的曼子的区别是在于 没有秀萨基督帛 它也同样被悬挂在五根用金子包裹的造假墓制成的柱子上 那么正如你所看到的这一切 上帝的藏墓是一座金桥的建筑 建造它需要大量的时间、精力和精确度 但是这是希伯来能的上帝之家 因此要使得上帝喜悦 就必须注意到所有的细节 好,今天我们的休息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将在明天回来继续接下来的休息 希望大家到时加入我们 再见 再见 I'm not ashamed to own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trans -I-M-a-s -I-M-a-s -m-a-s -s -G-B-a-s